再来看到台湾之前曾经发生过包租火车开心爱哄啪的事件 基隆警方查气毒品时候 意外发现有十多名的男女居然是租用游览车进行环岛吸毒哄啪之旅 警方是一路跟肩 中途还遭到带头的帮派分子给试破 当场降下 警方后来是搜出了真有K他命的香烟 将车上15个人全数带回阵败 经过四天的环岛的游游跟肩 这辆游览车晚间十分浩浩荡荡 开回基隆市大五轮派出所附近的空地 一大群气毒干员立刻拿搜索票 兵分多路进行全车大搜索 警方在车厢底下移植行李箱内 查到了部分成员的香烟盒内 藏有沾着K他命粉末的香烟一包 警方当场将车上的四女十一男 一共15人全部带回征讯 果然在车上查获 将15名男女全部带回警察局验尿 警方表示 包秘分子以低价或是免费的方式 招揽青少年参加四天三夜的环台 游览车哼花之旅 内情并不单纯 但是因为根基的行动曝光 包派分子中途下车离开 剩下15名不知情的青少年 继续的旅程 警方在最后 环台的终点站进行搜查 15人全部采尿 进一步的侦办 未经许可,不通知 Response